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经过申请 也有执照的 而且澳洲也没有这个羊就停止了 强调替羊毛合法有执照 冯士宽更重申这些羊没有不开心 羊弄完了以后马上就去找东西吃了 所以可见他也很喜欢 就是把身上那么多的毛这么热的天 把它这个剃掉 不单如此冯士宽也挂保证绝对没有虐待动物 我们不可以虐待它 我在农场也就看过他们表演 没有人把那个羊拿起来丢在地下 没有人故意把它翻身翻得很重 不只重申绵羊替毛袖不会停 对于美国大选拜登当选 柯文哲呼吁要三军戒备 冯士宽也很有意见 明年的一月二十号美国总统才会交界 我们应该是三军戒备 然后自己等到明年一月二十号又再触底 政治人物嘛 讲话大家听一听草草新闻就好 南北韩统一了 谁最紧张 我觉得台海保持现状非常非常重要 言下之意就是不要穷紧张 从绵羊到底该不该剃毛 一直到两岸情势 冯士宽这次都获利全开 三连选小伟之周凯斯小组他被报道